家里有只狗狗保姆是什么体验 陪吃陪玩陪睡 茶屎官也太省心了吧 彩虹云朵小时候 火龙果就很喜欢陪在他们身边睡觉 现在长大一点也一直这样 云朵喝奶的时候 火龙果就会跑在旁边 守护着妹妹 妈妈你放心 妹妹我来保护 妹妹也特别喜欢狗狗 总是想要摸摸抱抱 每次宝宝睡着的时候 火龙果就爱趴在旁边 陪着他一起睡觉 特别温馨 我们给狗狗做游戏 做挑战玩的时候 只要被妹妹发现 他们就会过来搞破坏 娜娜怎么办 自己的妹妹自己宠着呗 好尴尬 彩虹云朵做早叫的时候 狗狗们也会盯着他们的玩技 虎视眈眈 特别想玩 你干嘛 妹妹给我玩一下吗 不行不行 上一个都是你玩坏的 别这么小气 就给我玩一下 就给我玩一下吗 这是我的气球 妈妈还要用它给我做早装呢 哎 哎 黄龙哥等一会儿 让他俩玩一会儿你再去 别哭了 玩一下就玩你 那我们一起来玩吧 你看狗狗 嘿 猫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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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去呢 你这边跑的快 快 娘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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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快給我扔 妹妹 你能不能靠不點 別擔心 我去給你拿 給你 謝謝妹妹 給我買的 誒 給我買的 還要 有掉進去了 妹妹幫我拿一下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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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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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小英子求救呢 你看地上烂了地上 给爸爸看一下 爸爸吃了 让爸爸看看秋秋呢 秋秋 秋秋怎么了 秋秋是不烂了 谁弄的 怎么了 火龙果 这个没法弯 让我帮你吹吹 吹不起来 爸爸帮我吹 爸爸吹不起来 烂了 虽然狗狗和宝宝总是相爱相杀 但更多时候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是暖心 美好 治愈 之前吃蛋糕的时候 不知道为啥彩虹云朵总是抱着盘子舔着吃 直到我看见了 天呐 原来是跟狗狗学的 这家伙不仅是保姆还是老师啊 关注我 一起做幸福的产食官